圍席的圍离 還張貼著不可進入 桃園桂山區這間知名的建設公司 驚傳了機械28家包商5000萬元的工程款 導致無法交屋 許多住戶借錢 卻拿不到房子 受害的人高達60人 頂著桂山老志浩建商招牌 建案華麗新貴二 當初每瓶開價30到40萬 從30到55瓶不等 有人一口氣 父親繳了1700萬 現在卻是血本無歸 得過獎 那也很有名 所以很多的鄉親他們就一個介紹一個去買 結果現在錢也拿不回來 房子也拿不到 實際到了韋華公司 員工不願出面 只回應交由律師處理 而董事長寫給員工的信 則寫著無法挺過房地產嚴冬 實在很抱歉 但原來這產權登記在東亞建金名下 但他們卻說韋華還積欠5.75億元 若沒絞輕不可能過戶給買方 聽說還有另外一筆4億多的金流 可能是屬於必須要優先償還的那一部分 住戶這一端的3億多 優先順序會低於那個4億多 更離譜的是 簽約的旅約保證是採同業擔保 但一卡之下才發現這所謂的同業這間打新建設的董事長 跟韋華建設董事長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同業擔保已經是很奇怪了 他還是同一個董事長 這樣不是會連鎖效應的兩家一起倒嗎 其實買預售物價格雖然低於完工時的市價 但格局景觀較不確定 而裝潢施工期也有拉長的風險 以為最低擔保就是那個房子 所以坦生一個誤會 你把它當作借錢給別人你就知道了 正正信用必須由銀行來做擔保 以筆錢來做擔保 有抵押權來做擔保 國際委華基金款巷嵌東亞建金5.75億元 包商含微款9000萬 還有拿了住戶3.5億共約10.15億元 後續連帶的風暴恐怕還沒完 東森財經新聞 劉備錫柳子彈 桃園報導